朋友们 新款领克091MP来了 今天的视频我们通过几个问题来看看新车 有没有改掉过去的那些硬伤 没有 依然是领克OSN 不过它的屏幕尺寸从12英寸是提升到了15.4英寸 整个屏幕也是悬浮于中后台的表面 而且它把空调的控制也整合在了屏幕当中 最新版的这个领克OSN我觉得它整个的操作逻辑 包括软件交互和它整个的色彩审美还是进步很大的 已经在缩小和Lime Auto之间的一个差距了 那我能够感受出来的一个很直观的差别 就是它的主页的车控模型 是只做了一个车的照片 它不支持那种很精细化的车控 所以这个可能是和魅族车机一个比较明显的 在操作上面的一个区别 不是魅族的车机 所以这个领克OSN是支持其他手机品牌的一些互联 在这个界面可以看到 它是支持华为的HICAR以及小米OPPO Vivo的一个车机的互联 那从这个手机用户的保有量来说 华为小米OV这个才是大厂 外观的变化很小很小 我是仔细的对比了新老款车型 才发现了两三处小的细节 第一个就是前脸 老款AMP那个大钢牙 现在变成了一个稍微克制一些的 竖向隔山的中网 然后是前杠两侧 现在是加入了一个外字型的这样的一个装饰 它比老款车型看起来要更加的有立体感一些 侧面也没有变化 新款09还是一个非常舒展大气的一个车身的姿态 然后它在车门这里是加入了两条这样 竖向的装饰和前脸进行了一个呼应 20英寸的轮毂呢 放在这台车上其实也并不显得很大 但它的这个胎矿还是挺夸张的 275的宽度 所以这是四条 275 45 R20的马牌 UC6的轮胎 我刚刚查了一下电商的软件这个轮胎 它的单条价格在1600左右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这个维护成本也不算很贵 出身颜色呢还是建议大家来选择黑色 这也是09一个很经典的配色 很酷看上去 而且呢配合它这种纯屏的侧窗也是很显高级的 那这次呢是新增了一个叫做松林绿的颜色 那个颜色呢其实也是整体比较的暗沉 还是很有质感的 那其他方面呢就和老捆09没有什么变化了 我们一组空镜来带大家欣赏一下 内饰的变化呢都藏在细节里 副驾驶这边前面是新增了一个 翻折式的隐藏的副驾的娱乐品 然后它的副驾驶座椅也是有了一个一体式的盆头 所以现在很流行的沙发电视机 现在的新款09它也有了 我们这台呢是六座版车型 它的中排座椅有了一个新的技能 它可以向中间来扣拢 当我们第三排没有来坐人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通过扶手上的按键来一键的向中间聚拢 那利用通道来躲开它左右两边的这个轮拱 所以来达成一个半堂的感觉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乘坐的感受 确实是有点MPV的那种味道了 09这个后排车我很喜欢 它可以完全的来降到底 要知道现在很多新车它的后排的车窗 只能降到大概三分之二的位置 所以感觉就会被关在里面 没有像这种完全降到里面车窗来得那么的自由 后排的配置呢也是有提升 除了后排座椅的加热之外呢 它现在还提供了后排座椅的通风和按摩 然后右侧这里是有一个很结实的小桌板 然后左右两边都有一个手动遮量链 我觉得这是家用车的一个刚需配置 对于后排的隐私性包括这种遮量的效果提升都很大 但我真的不太理解 现在很多家用车甚至MPV都没有配备一个后排的这种手动遮量链 有铜感的朋友 评论区或弹幕里面咱们举个手 中排呢我觉得有一个细节可以来优化一下就是这个位置 上去呢很像是一个眼镜盒 但实际上打开之后呢它是一个杯架 那这个位置其实放饮料功能性没问题 不管是大小的瓶身 它都可以很好的把瓶身给固定住 但问题在于它的打开和关闭 塑料感都有些太强了 这个细节稍微有些不那么讲究 在前面这里呢还可以看到有一个220V 2.2千瓦的一个电源输出 这个口非常实用 它既可以接你的笔记本电脑 又可以来接一些像吹风机一样的外设 所以全家人出行的话 这个电源接口还是相当实用的 老款09 EMP没有的空气悬架 新款有了 而且新款还是一个双强空悬 所以这对于09这样的一个 非常注重架控的大CV来说非常的重要 它既可以来调整车身的高度 还可以来调整它的底盘的软硬 如果说我们放在运动模式呢 整台车它的底盘感受会非常的硬朗 它的侧向支撑会给的非常的足够 而且路面信息会变得更加的丰富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运动型车底盘 而如果说我们放在它的一个标准的智能电火模式 整台车又会完全的放松下来 对于路面的一些颠簸的过滤会显得非常的充分 整台车的车内的乘客包括前排后排 如果说带着全家人来出行 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所以这种双面的性格是这台09 EMP 它的双强空悬一个非常大的价值 动力方面呢基本上是和老款09 EMP是保持一致的 可以说是同级别同价位键盘值最高的一套插混的系统 40度的电池可以带来190公里的CLTC纯电续航 然后它用的是一个P1加P2加P4的一个三电器插混系统 前面还有一个2.0T4刚发动机 光是发动机就可以输出187千瓦 所以它的综合功率呢是达到了408千瓦 844牛米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参数 所以呢它提供了非常多的工作的模式 像什么纯电串联运连也包括增程 我觉得作为用户呢我们不需要过分的去考虑 它到底处于何种的工作状态 因为确实它在全工况下都是一套很省油 而且很有劲的动力的组成 那像我长期保持在这个智能电池模式 它会优先的使用电池电量 而在到达某一个临界值之后呢 发动机会来自动的介入 来最大化的保证它的一个兰油机器型 我觉得在30多万的这种插红SUV当中呢 领克09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存在 说实话市面上那些大空间的SUV比比皆是 而真正很注重机械素质的SUV 其实选择面并不大 我能够想到的领克09的客群 就是那些既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同时自己又非常喜欢开车等的那群人 如果您愿意把视频看到这里 相信您一定是关注这台车非常长的时间了 在这里下一个结论 新款的领克091MP可以放心充 我觉得领克不一定是个豪华品牌 但是领克091MP一定是一台豪华SUV